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獅獅獅獅台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斯 好 但是還在歌手 我可能沒辦法練考白 這個動作我覺得很棒 雖然不是完全3D的 可是大致其實比較喜歡這種的模式 很像那個以前自貫的天龍八部 然後也很像河洛巡俠 欸不是河洛巡俠就好 很像那個俠客風雲狀 然後 角色人物是有那個 出現的時候這個動態的 的圖示 那這個方式比較生動一點 還不能 這應該沒有什麼 喔有有東西 噢有有東西 這邊有個酒 好快打破喔 打破咧沒東西啊 酒 阿 大廈 這村子好像蠻小的 普通的麵粉 高級怎麼玩不起啊 還是以後可以買 感覺那個是我什麼特別的任務之類的 他在我旁邊耶 早上剪掉,很髒到哪個地方 採訪旁的水桶 採訪旁的 採訪 採訪 先不要亂用 那個是幫那個 這有沒有時間啊 忘記了 倉庫 在哪裡 可以走了嗎 不行 採訪 採訪 採訪位的桶子 採訪 喔在這裡 可是我們看到桶子啊 喔看到了在這裡 OK 先存個檔 我滿好奇 就把那個麵粉丟進去 會變成怎樣的 OK GoGoGo 丟麵粉 跑不清楚是不是 哈哈 好 好 走吧 這不是小劍 別人的心意 哪能這樣隨意給人 憑什麼你有心意 我就沒有啊 我上個月也生病了 龐大娘 你那只是擦破皮而已 不叫生病的 管他病不病的 咱們不該同甘共苦嗎 我也要營戀 龐大娘你真 別爭了 大福叔說那銀链是假的 並不是真银 哼 上次就是信了你 才害我沒向阿里 要到免費的白菜 這次我才不會上你的當 不信是吧 不信自己試試 拿出剛剛買到的麵粉 給龐大娘吧 給 這是什麼呀 這是我織老鼠 耀魚下的皮霜 撒一點在營業上試試 哎呦 還真是不變色呢 這大福居心不良 竟然想這樣騙我 毒箭呢 你得要用看人的眼光 這蘇大福 真不能信呢 好了 沒事兒了 你們慢聊 我先走了 杜大叔啊 剛剛那其實只是麵粉吧 不用擔心 無妨的 這贈禮講究的是心意 心意可比什麼都重要 哈哈 杜大叔還是一樣豁達 都這麼晚了 我得回大宅了 否則沈娘又要念我了 嗯 正好我有些東西要給你沈娘 我與你一同走吧 這銀鏈子的問題解決得太快 不知他們準備好沒有 杜大叔啊 你怎麼走走停停的 哎呦 我崴了腳 老爹走慢點 等等我 快 但深時就要到了 不知沈娘準備了什麼好料 好吧 我扶著你走 大伙兒 我可是精力拖延時間了 慢點走 腳疼疼疼疼疼疼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今日我可十八歲了 看來笑我不錯啊 你這麼聪明 我還擔心這齣戲騙不過你呢 你都不知道 大家為了將你騙離大宅 煞費多少苦心 偶然平日都是你騙我們 哪有我們騙你的份呢 看來杜大叔一到大宅裡 腳就不疼了吧 我裝的還不錯吧 真是的 就要五半黑臉 我是小氣了點啊 但哪有這麼過分呢 你們都早就知道了嗎 黃正老弟啊 我們就怕你露事 才臨時通知你呢 別在意啊 今天是你的成年之日 待會決定幫你過個深程 這都是你愛吃的菜 謝謝各位叔叔伯伯 阿姨們費心幫我過生辰 不過 除了來蹭沈娘準備的好酒好菜 我的成年禮物 也記得要多 費心費心啊 都成年了 少平嘴 你可有什麼深誠願望嗎 我希望 好來了來了來了 選一跟三感覺是怪怪的 你剛剛選二了啊 定能如你所願的 小狗子 小狗子 你不是有話要說 快去呀 哦 這個給你 這個是 這是 小溪三峽的象征 作為你的賀禮 我特別允許你加入小溪三峽 其他人可沒有 今後 今後 你就是小溪三峽的一員了 做大哥的我 可不許你不加入 做幾天 大哥很努力在刻成木刀呢 他還說 要刻得漂亮些 請梁包了不少忙 小狗子 你住嘴 多謝大哥 這麼說 你是同意加入了 哈哈 方才大哥 不是不許我拒絕嗎 嘿嘿 太棒了 對了 怎麼沒看到臭老頭呢 你師父 似乎有其他事要處理 這樣啊 沈娘跟師父 好像有什麼事瞞著我 他說不定一會兒就回來了 你可得好好用功 不然又要討一頓好打 劉姐說的對 大家都清楚梁大俠的為人 畢竟大家 都是受了梁大俠的恩惠 才來這裡 是啊 大家都知道梁大俠最疼你了 所以就先別放在心上了吧 大家多虑吧 我不過就隨口問問 那臭老頭不在 我倒也樂得輕鬆 好了 寒暄太久 菜都涼了 大夥趕緊吃啊 時間果然是不得人的 十年了 距離那一天 也已經過了這麼久 沒想到還有機會 幫這苦命的孩子 過十八歲的生辰 近來師兄頻頻離開小溪村 回來總是一臉疲憊 問也問不出什麼消息 隔了十年 莫非 不 不會的 但願這一切都只是我多慮了 否則 唉 像這樣寧靜的日子 或許不多了 師父該不會還在不滿 我偷喝他醉些釀之事吧 找幾回弄一服來給他好了 小心眼的臭老頭 突然覺得一股力量油然而生 莫非是 生辰願望成真了嗎 好 按 OK是要去圓點地方嗎 OK好 我們先搜掛一下 爆竹 喔這邊還有 好 在什麼 好 打 這裡是哪裡啊 觀音台 吊竿 木人 剛才我力量有加20點 不知道這個我會一直打 今天這樣就行了吧 今天這樣就行了吧 喔 還會回血啊 來 成功了 怎麼可以修好呢 怎麼修 可以升級是不是 現在要升嗎 先不要 先不要 出屍爆竹 感覺可以用釣竿 有種出屍 就 好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撿 鎖住櫃子 龍泉 龍泉斷劍 巷子 這邊的尾太有了吧 我趕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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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身上有啊 我家的尾太多了 鐵塊 有啊 我要猜名了 尖得那頭必然不大 差一隻 好,我想想 好,小 毛缺 一段草泥用意上手 魚 女 原來是小魚 女...女俠 OK 這邊不能走是不是 我想要去買那個...買東西 算了 好,等一下 這裡 這個頂到耶 自殺 鐵塊 冷凝鋼 頂不到啊 裝備 裝備 好,裝備 哇,有裝備了,太棒了 這個有沒有快捷鍵 一個存檔啊 好像沒有耶 繼續遊戲 我記得五分鐘自動存自檔 好 好 好 欸,新蟲蟲 新蟲蟲 這都不知道新蟲蟲 好,有配方是不是 暖氣路 蛤 這還不是叫我們自己去 就這樣 沒有東西,沒有對話 好 先去右邊這邊賣一點好了 哦,他不讓我走 哦 火種 嗯 感覺這個就是要買一下 生活,好 剩一下 呵呵呵 百香蟲蟲 百香蟲 蟲蟲蟲 好 就這裡,就這裡 OK好,來 我還以為有魚鷹 欸,我還以為有魚鷹欸 我還以為有魚鷹欸 好 嗯,好,肯教學 OK 火山旅 哇,這個太複雜 太複雜了吧 B打3喔 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 把之前的东西留下来 太疯了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道者的玉石 感觉选恶比较好诶 免除后患啊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这样都被你找到了 大姐姐好漂亮 你们跟刚刚那群山贼不是一伙的吧 果然是山贼在找的女子 看衣着如此华美精致 大概是某大户人家的千金吧 才不是呢 我可是鼎鼎女侠 小鱼女侠吗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那小鱼女侠可以帮姐姐找个东西吗 当然 当然 本女侠最乐意助人了 大姐姐 你要找什么 姐姐的玉佩不见了 应该就在这个村子里 包在我身上 姑娘 你知道你带来的山贼 差点烧了村子吗 赶紧离开吧 你给我们村子添麻烦了 虽然有些故意不去 但找到玉佩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哇 像你这样的千金大小姐 居然也会在乎一块玉佩吗 这人怎么回事 口气明白来吵架的 那我也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你大概连约是什么都没看过吧 像你这种俗人 当然无法理解了 我才没兴趣理解一个女贼在想什么 女贼 你倒说说看 我怎么成了女贼 何止是女贼 连山贼的赃钱都同 赃上加赃 你呀 太没格调了 简直是给做贼的人丢脸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居然有人肯替贼喊员 莫非你也是个小贼 才会如此生气 小女贼硬要灌我个贼名 莫非是看上我生的英俊 想讨个门当户对吗 不过 我喜欢身材丰满一点的姑娘 至于你嘛 勉为其难 只能做我三房的小妾吧 这 这凌压力齿的臭小子 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不过嘛 哼 要逗 本姑娘奉陪 怎么了 大老远就听你在这儿嚷嚷 好标致的姑娘 是你的朋友吗 才不是 是娘 她 漂亮的姐姐 你好 毕姓赵 单名一个身子 是专程从开封来小溪村寻衣物的 真是有礼貌的小姑娘 不过乡下村庄有什么开封城里没有的 要你这样的千金小姐专程跑来 城里虽然热闹 但像这样枝繁叶茂的大树 清洁成畜的小溪 还要同姐姐帮仙女的人物 就算是翻面开封城也找不到的 喂 你这个马皮鲸小女的少来这套 海尔对姑娘家不可无礼 沈娘你不知道 方才她引来一群山贼入村 还嘲笑我们小村都是俗人 我可没说都是俗人 我不过是来寻一块仪式的玉佩 这人老是熊巴巴的来诬陷人家 仙女姐姐可得保护我呀 玉佩 莫非 小姑娘 你莫害怕 跟我说说 你仪式的玉佩 怎么会在我们村子里呢 哼 仙女姐姐明见 不过此事说来话长 可能得花点时间 不打紧 到我家来 我泡杯茶 咱们边喝边聊吧 沈娘 奇怪 沈娘怎么这么好说话 难道当真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原来曾发生过这种事啊 我都不知道呢 少一副我跟你很熟识的口味 明明今天才第一次碰面 为什么事情会变这样啊 还有啊 有一次尿床怕被我骂 他竟然抓了一只野狗进屋 想栽赃是野狗尿的 结果被我逮得正着 他还紧张得语无伦次 你猜猜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他说啊 是棉被尿在野狗上的 不干我的事 你这人也真是逗 沈娘 你怎么连这个都讲出来了 哎呀 无伤大雅嘛 这岂止伤了大雅 这根本连我底裤都鲜了 姐姐也是真不容易 居然要替他收拾这么多事 是啊 看他这么聪明 我是打从心底高兴 但就是太聪明了 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 对了 差点忘了 赵姑娘 你方才说的玉佩是怎么回事啊 赵姑娘 你脸色似乎不太好 怎么了呀 只是想到了一些 难以启齿的往事 不过既然想请你们帮忙 我迟早还是得说的 小时候 父母曾替我印下一门婚约 对方是父亲官场朋友的孩子 当时虽常与对方一起玩耍 但其实并不喜欢他 只觉得他目中无人 又不安事事 那男孩送我一枚玉佩 作为定情信物 那是一枚如青草般翠绿的和田玉 翠绿的和田玉 果然是那东西嘛 反正婚约是父母定的 就算我不愿意也没有用 当时就抱着 不说白不收的心情收下了 不喜欢人家还收下定情玉佩 这不是百明让人误会吗 别插嘴 让赵姑娘说完 你说得对 若当时我拒绝 现在就不会感到如此愧疚 后来男孩家到中路 我父母就翻脸不认婚事 玉佩我也不好留着 便拿去典当了 直到有天 我在开封虹桥逛街时 看到了那名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孩 他捧头共面的 在街头行起 骨瘦如柴 好像很久没吃东西了 我于心不忍 想买些吃的给他 却听到面馆老板说起他悲伤的经历 我这才知道 那男孩会落到如此田地 都是因为我父亲从中作梗 就连当时的婚约 也只是蒙骗了男孩父亲的手段而已 我将身上的银两通通给了他 要他用这些钱做些小本生意 会养好身子去找份工作 但他却问了个 让我雅可无言的问题 那定情欲配呢 你还留着吗 看着默不作声的我 他接着说 果然你们一家都是骗子 最后 他将我给他的银两哥在地上 并离开了 但是父母做的事 你并不知情吧 家道中落一事 我或许可以推脱自己不知情 不过 既然当天从他手中收下了信物 我就还是得对这个婚约负责 你点到玉佩时没觉得良心不安 看到人家落魄了才来同情他 也难怪人家不收你的脏钱 赵姑娘在反省了 你也不必如此咄咄逼人吧 我为何对陌生人的事感到如此愤慨 这真不像我 现在他想要弥补或许晚了 不过 比什么都不做得好 因此 我必须先找出这枚玉佩 不然 我可没有脸去面对他 经过几番波折 我只查到这玉佩从开封流转到了小溪村 不过 实际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对了 方才山贼手上 好像拿着一枚玉石 说不定就是那个 拿给赵姑娘看看吧 对赵深点击右键 以进行出示 给他看看山贼落下的玉石吧 我应该按一个键是出示了 了解 小姑娘 你钓的玉佩是这个吗 啊 已经找到了吗 快给我看看 这是方才山贼遗落的玉石 和你描述的玉佩有点像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 可惜这并不是何田玉 而且这上面还刻着名字 龙人女呢 当真 不信你自个看看 呢 就在这底部 还真有 不过这也不太明显 而且这字像是没写完似的 罢了 我先把这玉佩收着吧 咱物品上标示可以出示的 都可以以右键拿给其他人看 有空多试试这功能吧 虽然没帮上忙 不过多谢了 我还以为你不想帮忙呢 我只是希望你快点离开 我可不想再碰到来寻仇的山贼了 赵姑娘 这小子肯主动帮忙 可是很少见的 既然他答应了 就别跟他客气了 沈娘 话说回来 村里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通常是请庞大娘进城的时候 帮忙采购的 既然这玉佩是从开封来的 说不定她那儿有些线索 你们去问问她吧 对了 我房间柜子内 有一份代购清单 替我拿来 我要看看有没有遗漏 待会儿 请你一并拿给庞大娘 谢谢谢谢 真是的 我怎么莫名成了一名跑腿呢 清单 清单 是这个吧 旁边还有块粉红色丝绸 沈娘又在做新衣装了吧 不过这边上沾了点黄字 有点可惜 将清单拿给沈娘吧 我看看 茶叶 菜刀 辣椒 好 应该都齐了 沈代替我交给庞大娘吧 赵姑娘 你要随她一起去吗 这个当然 我总不好意思 让人替我跑腿 自己去歇着吧 算你还有点良心 庞大娘在附近的庞家药店里 走吧 走吧 我可以帮你帮我创与她的 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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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灵 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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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感度也提升了 OK好我們先存檔好了 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OK那喜歡我們頻道歡迎頻道主要放置圖 按下按訂閱 右下角鈴鐺跟訂閱按鈕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之後 你就能追蹤到最新的消息囉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掰掰